原标题 田荣为何敢第一个公然反叛将女 只因送一击礼物 由此留人支持他田荣 出身于齐国著名的田氏宗族 公元前221年 秦国吞并起国后 田荣和他的兄长田荣 田荣和弟弟田恒 选择了忠隐隐于氏 隐居狄县 后来 陈胜拉开翻报秦的序幕后 派遣周氏攻取并平定了位帝 向东打到狄县 狄县固守县城 田荣乘机带领田氏家族的人起义 并自立为齐王 后打败了周氏的军队 田荣带兵东进 夺取并平定了齐国故地 然而 田丹很快就被秦国第一汉将张涵给干掉了 于是 田荣接过了革命的尖利邦 然而此时 齐国后院齐火 故齐王建了弟弟田甲 被齐人攻退为齐王 面对这样突然的变故 田荣不干了 马上进行了窝里斗 结果成功把田甲赶出了齐地 田甲试丹利故 马上找到了楚怀王这把庇护伞 楚怀王本着人的主意的精神收留了他 田荣一下也拿田甲没办法 于是便用力田担让儿子田甲为马 继续革命 而这时的向良刚好大败张涵 追他们到了定头 这时张涵选择了死守 而向良则一心想早点拔掉张涵这颗革命军的毒瘤 于是他一边围城 一边向附近的齐国求救 齐国自然是田荣说了算 田荣对向良说 要出兵相助那是小菜一碟 但是有个条件 就是得交出田甲的 出卖盟友的事 正值得向良是不会干的 结果田荣以此为理由拒不发兵增援 最终导致向良被张涵偷袭成功 叠血沙场 如果不是你田荣为历史图鉴死不救 我叔父又怎么会死呢 家仇不共戴天 向良对田荣是恨得牙痒痒 巨路大战时 各路诸侯都派兵来救赵国 尽管他们都是虚张声势 见风使舵 但好歹人家也出来撑场面了 唯独田荣不发一兵一族 连作秀的过场都直接面 在张涵等秦江投降后 各路诸侯王都追随项羽入关 唯独田荣还是头脑不开窍 没有任何表示 也正是因为家仇和国汉交之场 项羽非常憎恨田荣 因此 在分封时 田都 田安 田服这些小自卑都得到了分封 唯独没有田荣的份 不过当时田荣还是心存幻想的 选择在家敬后加金 很快 他就接到了一封田都亲笔写来的拆迁令 命他即日起搬出林子 林子从此归田都使用 谢绝讨价还价 令到急醒 不得有误 田荣看完后爆跳如雷 你田都算个什么东西 只是我们田家的一条哈巴狗 现在居然敢祈祷我头上来作威作福了 真是无法无天 目中无人 田荣马上带兵去攻打田都 田都哪里是田荣的对手 很快 他就以拜君之将的身份逃到了楚国 投奔大哥的项羽去了 田荣保住了林子 心里很得意 还把田服召回了齐国 他对田服说 你不要怕 有叔叔在 没有人能把你的地盘抢走 但是 对田服来说 田荣的话并没有起到定心丸的作用 反而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在田服眼里 尽管田荣很残暴 但项羽更残暴 尽管田荣很恐怖 但项羽更恐怖 因此 就在田荣说完这句话的当天夜里 田服就趁着夜色逃回自己的封地寂寞了 田服当时的想法很单纯 我田服何德何能 只要能够活于世 只要能有个一王万侯抵挡 只要能混口饭吃 其他的我都不讲究 都不奢求了 当然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他不敢得罪项羽 得知田服跑了 田荣起得抢吐血 心里骂道 田服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当初是我把你扶上了七王这个宝座 你非但不知感恩 反而忘义 你是怕得罪项羽 就不怕得罪我吗 田荣一怒之下 便率领大军讨伐田服 田服有几斤几两 田荣一倾二处 很快 田服就只有丢亏气甲的份了 这回田荣没有手下留情 连跑的机会都没有给田服 就直接把他送佛 送上了西田 到了这时候 田荣所幸一不做二不休 自封为齐王 很快 田荣就体会到了什么叫高处不胜寒 齐帝百姓对他的行为感到很心寒 私下议论纷纷 着眼四起 田荣仔细琢磨了一下 觉得百姓不足为虑 知识陈一时之口舌 而极北王田安才是自己的心头大患 田安是古齐王健的孙子 跟田甲可谓一脉相承 既然田甲都被赶走了 这个田安的存在 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啊 于是 田荣大手一挥 田安就遭殃了 最后也掉了脑袋 项羽将齐的一分为三 目的很明显 那就是三足鼎立 相辅相成 相得一张 相互制约 相互抵触 确保不添乱 确保西楚长治久安 但是 人算不如添算 半路杀出来一个田主 把齐国搞得一团乱 短短三个月时间 田荣就一举破了项羽在齐的部下的真龙棋局 项羽会饶过他吗 田荣感到了深深的危机感 对此 单干的田荣决定走联盟的路线 并很快把目标锁定在了彭越身上 前面已经说过 彭越原本是一个山带王 后来刘邦在西进入关时 他主动帮助刘邦攻打昌义 结果昌义没有拿下来 最后刘邦选择了绕道昌义继续西行 而彭越不愿被警律响 于是带着手下人马潜伏于聚业一带 很快 他原本只有一千多人的队伍 就重大到了一万多人 扩张迅速惊人 然而 项羽在分王时 并没有对彭越有所表示 原因是彭越没有参与救赵 没有追随他入关 跟他也没有任何交情 彭越横南风 田中是个聪明人 很快就找到了彭越的命门 他马上派人给彭越送去了一件礼物 一枚惊弱的将军印 并烧了一句话八个字给他 二人同行 其力断金 对此 彭越回了一件礼物 一个大大的童心起 也稍回来一句话八个字 荣辱与共 生死与共 两人都你情我愿 于是一拍即合 很快达成了联盟 共同 起兵反处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